昨天有一个网友在YouTube下面给我留了个言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这次台湾地震的时候 日本首相发函制意的时候 使用了蔡英文总统阁下的这么一个尊称 其实他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 称呼他为总统 他觉得有些不太好理解 为什么日本人要搞这个东西 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这个总统阁下这么四个字 内地从外交部开始 有很多反应 这种反击呢很强烈 可能还有一些网民在吐槽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它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回答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摊开来看一看 台海问题 或者说被台湾称之为叫台湾统独问题 它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如果你要是展开看的话 它首先台海问题的由来 然后中共政权对于台湾的这个态度 大致有三次比较大的波动 虽然都是在 尽可能和平统一台湾 同时也不放弃 武力收复台湾的这个口号呢 其实一直没变过 从中共建政以后 一直到今天 它只是说和平的意愿有多大 武力统一的可能 最后会不会实现 这种变动呢 其实有三次比较大 然后完了台湾岛内 从这个戒严 这个解禁 开始民主 完了到目前 也有很多变动 这种变动其实 你要是摊开来看的话 可能还不仅仅是民进党的问题 你从刚开始 民主党人的 主党抗议 要求这个 在蒋介石执政时期 就能够推行民主化 一直到后期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事件 那么你要总体上来看呢 现在 整个台湾的民意 尤其是青年一代 倾向于统一的 几乎找不着 那你不管是民调也好 还是政治家的行为也好 那现在看起来就很不好看 内地呢 经常忽略这个问题 人为的去想象 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 愿意尽快地回到 祖国的怀抱之中来 外界呢 也有一些设想 你不管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包括这个新加坡的李光耀 去世之前写了一本书 其中他提出了一个观念 经济 是台海 解决台海问题的关键 走向统一 最终 是要靠经济的推动 这个东西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国际社会对这个看法 也是有很多变动 依据各个时期的情况 也在进行调整 未来台海问题的解决 路径 将会越来越少 极有可能走向武力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要是想展开谈 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估计得好几天 就是说至少得讲好几次 因为作为 像我出生于南京 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从小比较喜欢 读历史书 从小听到一些口号 是吧 解救台湾人民在水生活之中啊 或者说那种 宁可台湾不长草 也要解放台湾岛 这么一些口号 虽然是带有一些调侃 但它伴随着我们 度过了几十年 我记得有人开过这个玩笑 就是说你在江泽户 像福建沿海 那就更不用谈了 那都是战区的 就是说你在江泽户 随便捞个男的 二三十岁成年以后的 你给他灌二两酒 他都能给你白车三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打台湾 很简单 并不复杂 他只是打不了 中国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两岸都曾经试图过解决 解决过这个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还是搁置的 搁置的前提 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压力 说白了一句话 中共不是很拿国际压力当回事 如果真的 他们要 重视国际社会的呼声 六四就不会有枪声 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因为这个东西他没办法查资料 所有的资料都是带有特定的这种色彩 能够查到的一些国际协定 也都是相互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 他不是两个国际协定就能搞清楚的 你比如说 就像这次日本这个安倍一样 他其实是在感热度 是在碰瓷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搞了一个台湾旅行法 从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美国对台的政策 又进行了一次击早门 日本呢 就比较擅长赶着一个风 或者说美国人在背后 说两下 他就跳上来蹦着一下 这很正常 战后几十年 在雅尔塔体系之下 这种行为不是一次两次 我觉得呢 不要过分的去关心他 因为他代表的这种 日本政客的这些意见 并不是很重要 台湾问题 台海危机 说白了 他是在雅尔塔体系之下的一个中美问题 苏联 苏联解体了以后 很多人都以为 雅尔塔体系 已经结束了 其实不然 在亚洲地区 还在忠实的被执行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 库业岛的问题没有解决 如果说 雅尔塔体系 被摧毁了 那么库业岛问题 沿着库业岛的一些小岛 被日本人称之为叫北方四岛的这些问题 都会暴露出来 都会进行重新的谈判 但其实没有这样 台湾问题也是一样 雅尔塔会议 它并不是在雅尔塔召开的这一个会议 它其实是三个会议的总称 这个体系建立以后 在亚洲地区 它始终是在被执行着 即便美国这次重返亚洲 它也在调整一些法理上的支撑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 大部分的国际协定 那么跟着 从2017年开始 俄罗斯也高调的进入了亚洲 只是大家没有重视它而已 亚洲问题 台海问题 都是很突出的 因为我们知道 台海问题 它的出现 其实是内战的一个尾巴 我记得我很早就提过这个事 就是我没看到过一个大国 在内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试图去争霸天下 这种事历史上真的不多见 中国历史上大的分割 可能有三十多次 统一 也就八九次 就是所谓的大一统 完全的统一 有记载以来 中国的分裂和统一 时间差不多各在一半 分开的时间还稍微长一点 长几百年 所以呢 你说一个国家有多强大 那不是靠嘴说 是吧 我们经常说肥大 不等于强大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 台湾虽然是一个内战导致的问题 但是他跟周边的一些国家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台湾真正被分离出去 主要是马关条约 你说河南人战的那几十年 真的无所谓 明朝也好 清朝也好 都不是很拿台湾当回事 因为那个地方呢 没有什么可以产出的东西 就至少大陆对他没有经济上的需求 在中国文化中 我们历来是对 没有什么产出 不能给我们回报的 宁愿把他当为一个藩属国 而不愿意直接去统治他 你像那个 台湾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河南人占据台湾的时候 大陆的政权并没有及时的了解情况 库越岛的情况也是一样 日本人和俄国人分别占领了他 并且把他分割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 中国的统治者 根本都不知道 像这种 不能带来 在效益的 话外之地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 最后逐渐都被放弃了 所以中国的版图曾经很大 现在呢 确实很小 理论上来说 我们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继承的疆域 都是大清这个王朝 以国际协定的方式 传承下来 前面的王朝流传下来的都是势力范围 而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疆域 所有的边界划分 都是从清朝开始 才逐渐流传下来 甚至有一些不太懂得国际法的这么一些领导人 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涉及到的唐禄无良海 也给打包 免费送出去 所以台湾问题呢 看起来很大 其实不是太大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事实上 内战结束了以后 蒋介石政府签台 大概有200多万人 其中军队大概是66万 官员 科学家 文人 学者 加上一些学校整体搬迁 随军的家属 包括一些能够顺带过去的一些平民 这200万人进入台湾以后 他才开始紧密的把台湾和大陆连接了起来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从马关条约歌上出去 还有一个日据时期 包括台湾现在很多的一些建设 基础的建设 他是日本人 当时都造的 台湾有本土的居民 你不管是河南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还是蒋介石签台 都引起了一些反抗 这个反抗曾经是很血腥的 我们看到台湾拍了很多电影 来讲述这些少数民族 这些三民的抗争 其实我们不用去谈 让有没有什么正义性 我们只能告诉你一点 这个岛就这么大 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你来了以后 三民的利益就会被轻视 包括提前移民过去的一些客家人 他们原来是大地主 你来了以后 要打土豪分田地 虽然你不至于做得像中共一样 用血腥的土改方式 但是你所谓的这个三七五剪租 解决这个三龙问题 你同时你也侵害了 台湾本土的地主的利益 说白了一句话 你分的地 你分的这些田 不是你从大陆带过去 至于说 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在台湾 混到今天 其实也很搞笑 很多两岸的一些老百姓 都以为是朝鲜战争造成 中国出兵 朝鲜 导致了 美国派第七舰队 协防台湾 导致两岸分离 其实还真不是 真不是这么一事 你从时间上来看 6月25号 就1950年的6月25号 爆发了台湾战争 6月27号 美军就派遣了第七舰队 强行进入台湾 协防台湾 中共是1950年10月25号 才进入朝鲜 所以呢 不要说不参加朝鲜战争 台湾就能被收回 这是一个错觉 几十年来把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故事来讲 那是没问题 但是你要严格的审慎 一下时间线 你会感觉到 台海问题的隔绝 是第七舰队的出现 美国这个政策的变化 也是很搞笑的 因为从美苏的势力划分来看 当时蒋介石政府 在二战结束以后 就逐渐被美国放弃了 苏联当时的领导人 斯大林也只是希望 中共和蒋介石政府 能够划疆而至 这是一个势力的划分 离开了美国的支持 蒋介石很快就失去了大陆 当然 如果没有第七舰队 他也将很快的失去台湾 这个时候呢 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 美国基于攻势防御的 这么一个需要 他派遣海军 进入了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一本书 台湾出版的 香港出版的 好像是叫 自由之盾 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我们知道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 麦克阿瑟就亲自 赶到台湾 拜会了蒋介石 跟着1954年 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就出台了 甚至70年代 71年 台湾政府 被赶出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权 他替代了 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2年 中美正式建交 与中华民国断交 他们也没忘了 制定一部法律 叫与台湾关系法 很多人把这个法律 和这个公报 老是搞不清楚 觉得好像 跟我们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美国人有三个 外交公报 其实你静下心来想一想 没有一个公报 它在法律上 能够超过一部 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人这么多年 也绕了很多 政策也有很多变化 因为每一个总统 他的思路不都是一样的 那么有一些武器 卖给了台湾 有一些武器通过第三国 卖给了台湾 你比如德国人造的潜艇 法国人造的军舰 后面都有美国政府的 现在美国政府 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 提出来 要卖一些 稍微新式一点的战斗机 给台湾了 其实 很先进的雷达 早就卖给台湾 只是内地呢 不太关注这些东西 它不像萨德 萨德呢 习近平政府以为 扎乎两下 好像还能阻下 或者说 让韩国政府能够 退出这个安装 台湾那边 几乎是没有能力说服的 所以 中共从来没有提起过 这些实际的威胁 我们知道高性能的雷达 它并不是坐在用 它最大的作用是监控 一个大型的地面雷达 安排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它能监控 几千公里之外的通行 最先进的目前 可能还是美国造的一些军用雷达 中国呢 生产雷达的企业不多 我们知道出名一点 比如像南京的14所 航天工业部55所也在南京 当然了 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雷达 是从仿制苏联的 逐渐走到了自己的一些设计 甚至已经到了哪一步呢 我们引进了 苏制武器 就是飞机啊 但是我们去掉了它的雷达和航电系统 在改进的过程中 使用了中国的雷达 从理论上来说 台湾这个问题 它在技术上 它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因为导弹的出现 所以你要是打它 问题真不大 关键是什么 人运不过去 中共的这支军队 它首先没有船 造船业相当的不法 最近这几年吧 不到十年 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 军舰像下脚的一样 它主要还是近海防御的这支力量 你包括现在造的这些航母 它要形成战斗力 必须要到2020年左右 短时间内它是无害的 因为你不是光有船 你就能建立一支海军 海军它跟陆军不一样 你发把枪 可能三个月训练 你就能走上战场 空军三年 五年就足够了 训练一支 训练有数的海军 十年都不够 真正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 至少需要八十年 一百年 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 从来没有拿海权当回事 可能前面有印象的 就是一个正和下西洋 都是宝船 那个船上可以跑马 但是它不是为了战争 去使用 中国造船业历史上 曾经相当发达 不仅仅是明朝 其实明以前 三国的时候也很发达 只是中国从来没有 拿海军当回事 你看那个隋阳地 山增高丽的过程中 来会儿的那只水军 或者叫海军 水师 全军覆没 所以海战 从来就不是一个强项 我们的强项在水战 在博阳湖 在淮河 在长江 中国这么多年以来 打台湾既没有运兵船 也没有合适的大型的运输机 因为你算 你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 大型的军用运输机 来给你一次性投放几十万的兵力 对吧 军舰 你又不能完全的造出那种 迅速的运兵船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军机那就不用想了 短时间内它造不了 最后从苏联解体以后 买来一些 那种气垫船 就是一种地效飞行器 目前在大量的被仿造 因为它这个技术已经整体了 连钩端买过来了 它可以建 两栖部队用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最快的 现在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短板在哪 在指挥系统 中国的这套北斗 到2020年才能覆盖全球 如果一旦出现战争 你没有一套在天上的指挥系统 那你什么事你也干不了 它不仅仅是台海这一个点 所以要解决台海问题 其实很麻烦 短时间内它是解决不了的 这几十年来都是做预备 有一些动作是为了和平 你比如说一国两制 现在我们知道 它打的这个样子全破产 是吧 澳门还不是很明显 因为刚才也没什么可以 除了赌场 你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抢过来 香港 从开始抗议 到提出独立 仅仅也就一两年的时间 就恶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说再跟台湾人提一国两制 我觉得很可笑 没有这种傻 至少他们不傻 台湾问题一直被拖了六十多年 它几乎就跟那个中共建政是一样的 从49年内战留下这个尾巴 50年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开始协防 54年台美正式签订安保协议 72年他们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那也就意味着 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的西方国家 它是在支持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继续生存下去 它是一个牵制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 它的重要性是在它的地理位置 我们经常称第一岛链第一岛链 这个东西它就是第一岛链 你没有办法收复台湾 你的海军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去 都是不安全 中国要是把台湾收回来了 它的海军 进出就会很方便 这就是每一个掌权的领导人 都想着要去解决台湾问题 中共的每一代领导人 都把这个当回事 从来没有忽视过它 如果有能力解决 早就解决了 根本拖不到今天 台海问题 它的发生 发展 现状 都与 整个战后 二战后的这个 雅尔塔体系有关 它不仅仅是台湾领导人 台湾民众 或者说大陆几个 网友呼吁两声 就能干起来的一个事 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它涉及到的面很多 涉及到的国家也相当多 甚至新加坡的海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是在台湾训练 因为新加坡太小 飞机一上天就出国了 而且它也没有像瑞士一样的 这种凶悍的雇佣兵制度 没有全民武装的 这么一个历史 所以新加坡不仅地方小 而且它没有像样的军队 它到台湾来训练 其实也就是来培训 它没有自己的特色 它的军队没有经历过战虎 所以它必须要一支 强悍的经历过战虎的军队 来帮它训练它的国家 国防体系 韩国日本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在台湾有相当大的利益 从日本来看 都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它更多的是政治利益 所以台湾的这个问题 往大了一点看 它涉及到中美 往小了一点看 它涉及到太平洋国家 对红色帝国封堵的 第一条战性 忽视它 你就看不懂 什么叫台湾问题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几乎已经没有了 现在我们看到 是怎么打的问题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没有人可以规避掉这个问题 对红色暗黄和人 ed红色暗黄和人 是的 绿多的